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期货与选择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期货选择权第八奖 我是林佐育老师 今天的主题是选择权架叉跟混合架叉的部位 今天的大纲首先要介绍选择权的架叉部位 其次要介绍水平架叉 垂直架叉跟对角架叉 第三 我们要介绍看多架叉跟看空架叉 第四 要介绍混合架叉 包含了跨市跟热市的部位 我们先介绍什么是架叉的部位 它指的是投资组合当中包含了同一个标的物的买权或者是卖权 它同时是买权或者是同时是卖权 它包含了三种的架叉策略 水平架叉 垂直架叉跟对角架叉 首先 先介绍水平架叉 又叫做利月架叉 英文叫做calendar spread 指的是买卖的选择权有相同的执行价格 但是到期是不同 比如买进三月到期执行价格50元的买权 同时卖出六月相同的标的物 执行价格50元的买权 因为三月的权利期间比六月还要短 所以说买进三月买权所支付的权利金比较低 卖出六月买权所收取的权利金比较高 第二是垂直价叉 又叫做价格价叉 叫做price spread 指的是买卖的选择权有相同的到期日 但是执行价格不同 比如说买进三月到期执行价格50元的买权 同时卖出三月到期执行价格55元的买权 第三是对角价叉 指的是买卖的选择权 它有不同的执行价格跟到期日 比如买进三月到期执行价格50元的买权 同时卖出六月到期执行价格60元的买权 再来我们可以依照市场的涨跌趋势来做分类 分为看多价叉跟看空价叉 看空价叉又叫做多头价叉 英文叫做ball spread 我们之前学过ball就是牛市或者是看涨的意思 所以看多价叉 指的就是标的物未来在价格上涨的时候 价叉交易将会获利 我们先看买权看多的价叉 叫做ball call spread 指的就是未来标的物价格看涨的时候 投资者借由买卖买权的组合来获利 也就是说买进执行价格比较低的买权 因为他权利金比较高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比较高的买权 他权利金比较低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来看看 假如小林买进执行价格是210的买权 权利金是13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是220的买权 权利金是10 我们来画出这个组合的净损益线 首先我们买进执行价格210的买权 权利金是1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是在往上涨的时候它获利 但是它必须要支付权利金 再来我们来看看卖出执行价格220的买权 权利金10 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收取权利金 在价格上涨往右的时候 它是损失的 但是它收取权利金10元 我们把这两个图形来做一个整合的动作 就可以得到新的图表 这张图表示在未来标地物价格上涨的时候 超过220的时候 它可以赚到7块钱 也就是说经由价差交易 也可以在未来上涨的时候 获取一个固定的收益 我们这一节先上到这边 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来期货选择权的价差交易 我们接下来介绍卖权看多的价差 叫做Ball Put Spread 指的是在未来标地物价格看涨的时候 投资者借由买卖、卖权的组合来获利 也就是买进比较低的执行价格的卖权 这个时候支付的权利金比较少 这个时候支付的权利金比较少 执行价格是220的卖权 我们看看卖出执行价格 我们就把这两个图形来做一个重合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张表 这张图呢 它指的是标地物价格下跌的时候 价差的交易就可以获利 所以我们就叫做Ball Spread 我们也举个例子来看看 当买权看空价差交易的时候 表示是未来标地物价格看跌的时候 投资者可以借由买卖、买权来达到获利的目的 也就是说买进执行价格较高的买权 这个时候它权利金比较低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比较低的买权 这个时候它的权利金比较高 举例来看看 假如小林他买进执行价格220的买权 权利金10元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210的买权 权利金13 我们试着画出这个组合的净损益线 首先我们先看 买进执行价格220的买权 权利金10元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图形在价格往右上涨的时候 它是有利的 但是必须支付权利金10元 再来我们看看卖出执行价格210的买权 权利金13 这个图形刚好就是刚刚左边的图形的上下颠倒 当价格上涨的时候 它是不利的 当价格下跌往左的时候 它收取权利金13 再来我们把这两个图形重合 我们可以得到这一张图 显现出来 未来价格上涨超过220的时候 它是损失7元 但是未来价格 但是未来价格假如跌破210的时候 它可以获利3块钱 这个就是买权看空的交易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 卖权看空的价格上涨超过210的交易 叫做Bare Put Spread 它指的是在未来标的物价格看跌的时候 投资者借着买卖权的组合来获利 也就是他买进执行价格较高的卖权 这个时候权利金比较高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较低的卖权 这个时候权利金比较低 我们也举个例子来看看 假如小林买进执行价格220的卖权 权利金13 同时卖出执行价格是210的卖权 权利金10 我们来画出这个组合的净损益线 首先买进执行价格220的卖权 权利金13 图形就像左边的图 当价格下跌往左的时候 是有力的往上 但是当价格下跌在往右的时候 它是损失13 就是支付权利金 再来我们看看卖出执行价格210的卖权 权利金10 这个图形表现出来也是跟刚刚左边的图形是上下相反 在价格下跌往左的时候 投资者开始面临损失 当价格上涨往右的时候呢 投资者是收到权利金10元 再来我们就把这两张图整合起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未来的市价跌破210的时候 它赚取7块钱的获利 当价格市价跌超过220的时候 它是损失3块钱 这个就是一个看空价差的一个概念 在实物上 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 选择权的应用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美国次贷海啸 引发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 有一些懂得来用选择权的投资者 也达到了获利的目的 在2008年的时候 墨西哥的财政部长 叫做卡斯腾斯 他做了一个石油的选择权的操作 为什么墨西哥要操作石油的选择权呢 因为墨西哥是世界上第六大的石油生产国 在次贷发生的时候 石油价格涨到每一桶140块美金 当时墨西哥的财政部长 他就认为在涨的空间有限 就买了一个石油的卖权 也就是说 他锁定一桶石油70块来卖 结果发生了次贷的海啸之后 石油价格最后跌到40块 这个墨西哥的财政部长的操作 买进卖权就因此而获利 也弥补了他们一些财政的损失 这就是选择权在国际上应用非常值得推崇的一个例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期货选择权 架杀部位 第三单元 我们先介绍选择权的混合架差 其中的跨市跟热市的部位 首先介绍下跨市的部位 英文叫做button straddle 或者是long straddle 我们也称为买进跨市 它指的是投资者同时买入同一个到期日 同交易量 同执行价格的相同标的物的买权跟卖权 也就是说 在预期未来波动性可能很大的时候 但是不知道方向 投资者就同时买进买权跟卖权 我们举例来看 假如 大明买进一个 轻原有的期货 执行价格是60块的买权 权利金是4块 同时又买进 同样的期货 执行价格60块的卖权 权利金2块钱 我们来画出这个组合的净损一线 同时也来了解看看 在哪一种趋势之下 这个交易可以获利 我们先来看看 买进执行价格60元的买权 权利金4块钱 图形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左边的图形 当价格往右上涨的时候是有利的 但是要支付权利金4块钱 再来 假如买进一口价格60元的卖权 权利金2块钱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的图形 当价格下跌就是往左的时候呢 对它是有利的 但是 当价格上涨不动的时候 它不执行 还是要支付权利金2块钱 在这两张图当中的 执行价格都是60元 我们把这两张图重合起来 就可以看到新的一张图 是一个V字形的图形 这个V字形的这个端点 刚好就是60元 而在往右就是上涨 或者是往左下跌的时候呢 都可以达到获利的目的 也就是说 在预期未来 清源有大涨或者是大跌 也就是说 波动性大 但是方向不确定的时候 这个投资就可以获利 但是 我们可以从相同的执行价格 60元 不同的权利之间的买权跟卖权 来看出 买权的权利金比较高 4块钱 卖权权利金2块钱 表示 市场上预期清源有的价格 未来较可能上涨 再来我们介绍 上跨市的部位 叫做top straddle 或者是卖出跨市 short straddle 指的是投资者同时卖出 同一个到期日 同一个交易量 同执行价格的 同一个标的物 它的买权跟卖权 这个上跨市的部位呢 所画出来的图形 刚好会是跟刚刚的下跨市部位 刚好是上下颠倒 刚刚是一个V字形 这个会是一个倒V字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了解 这个倒V字形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投资者预期 未来的价格是 波动性很小的时候 才会来采用一个上跨市的部位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热市的部位 叫做button strangle 或者是买进热市 long strangle 它指的是投资者同时买入 同到期日 同交易量 同标的物 但是不同执行价格的买权跟卖权 举例来说 假如小华 他买进了一口三月的清原油的期货 执行价格是六十元的买权 权利金是四元 同时买进一口三月清原油的期货 执行价格是五十五元的卖权 权利金是一块钱 我们试着来画出这个组合的净损益线 并说明在哪一种趋势 比如大涨大跌小涨或小跌的时候 这个交易可以获利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他买进执行价格六十元的买权 权利金四块钱 这个图形呢 就是左边我们看到的 当价格往右上涨的时候 投资者是获利的 但是当价格下跌的时候 往左 虽然没有获利但是他不执行 还是必须要支付权利金四元 再来我们看看 他买进了一个卖权 这个卖权呢 执行价格是五十五元 权利金一块钱 这个图形也刚好是 左边图形的左右相反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价格下跌往左的时候 他是获利的 但是当价格上涨往右 虽然没有获利 他不执行 但是他只支付权利金一块钱 我们可以把这两张图形 把它重合起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得到的结果 是像这一个平底锅的形状 当未来价格上涨 或者是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达到获利的目的 也就是说 当波动性大 但是方向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由 这个下热市的部位 达到获利的目的 但是当未来标地物的价格在55元到60元的时候 这个时候盘整的时候 投资就会有微幅的损失 最多的损失就是权利金的盒 5块钱 这是下热市的部位 最后我们介绍上热市的部位 叫做top strangle 或者是叫做卖出热市 叫做short strangle 我们指的是投资者同时卖出同一个到期市 同交易量 同标地物 但是不同执行家的买权跟卖权 那这个上热市的部位呢 它所画出来的符形 会是跟刚刚的下热市刚好是相反 它是一个倒的平底锅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下热市 但是上热市会是倒过来的一个平底锅 我们就可以了解上热市 它基本上是在预期未来波动程度不大的时候 就是盘整的时候 但是又不知道方向 我们可以用上热市的部位来达到Holy的目的 我们今天介绍了价差的交易 跟跨市热市的部位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同学应该对于买一个买权 买一个卖权 卖一个买权 跟卖一个卖权 还有各种选择权之间的组合 不管是看空的组合 或者是看多的组合 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但是这种技术 基本上进入的障碍并不高 同学假如未来要在实物操作上 除了了解这种图形的方向之外 最好能够具有预测 未来走势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 只有在提高未来预测几率的正确性 我们的投资 不管是现货投资 期货选择权的投资 才能够提高我们 获利的一个几率 这也是我们所必须要 面临的风险 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边 再会 请不吝点赞